那接著有一個跟現代狀況蠻有關係的問題 想要跟老師聊一聊 就是你有現在有跟一個老師在視訊上 可以學Michael Hedges的演奏 對 跟那個John Strauss 就是剛剛說跟Michael Hedges一起合理寫那本書的人 是什麼音樂的機會下你會跟他認識 然後跟他學起 其實知道這個很久了 因為書上就有介紹跟Michael一起合作 其實這本書的人是誰 然後他背景是什麼 但是我是一直到 就是我把那個我彈這個Michael的影片 就是放上YouTube 我其實只是想要記錄我自己練他的東西的樣子 那剛好有人把他分享到Michael的Fankraft 那個一些社團 對社團 粉絲社團 有一位Michael的朋友 叫Matt 他看到了 然後就私訊問我說 你是怎麼學他的東西的 我說我就是看影片一個音一個音 慢慢學起來的 那他就覺得 說問我有沒有他的譜 我說我很久以前有買過一本 他說那你知道有新的第二版嗎 我說我不清楚 他說那你想不想要 我要啊 他就問我 我還有手上還有什麼他的譜 我說其實沒什麼 我就是只有那一本 然後他就請John Straubes 把他現在線上有在賣的Michael的譜 就一本書再加上三首另外發行的譜 從美國寄過來送給我 這麼好 對 那他也跟 因為John他有他的基金會 那他們正在推一個 那是獎學金吧 就是如果你想要跟基金會裡面的 老師上課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影片上傳 然後說 我想要跟裡面的哪一位老師上課 那我希望我可以學會什麼 那他們審查之後 有點像是你自己發布一個 讀書計劃 學習計劃 他們審查之後會公布說 那誰有錄取誰沒有 那錄取的話就是可以有兩堂免費的課 那Matt把我的影片傳給John John就說就不用審查了 就我想要幫他上課 我就開始跟那個 雖然是突然莫名就被一個外國人 推入一個坑 他就很開心說 還有人 我覺得主要是 我有把Michael的音樂精神表現出來 那這個是大多數在彈他的東西的 比較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一些細節啊 旋律性啊 我覺得在這個之前有一個前提就是 英文能力 是 像剛剛前面就有聊到 老師有說就是 你拿到他的譜 然後英文看不懂 對啊 可是後來你怎麼 培養你的英文能力 我沒有我英文還是很 所以 所以還好我有一個英文很好的老公 原來 上課的時候我老公在旁邊翻譯 是 是 就是 我為什麼會突然聊到一個 差題的這個 因為 像我會跟我的學生講 就是 你哪一個科目都可以不好 但是你英文稍微要努力一下 我現在完全認同 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從 國高中的時候就開始 因為我那個時候 如果上課是不想聽課的話 我就是會拿 音樂的書 對 然後一些台灣的 什麼性情點播 或者是 彈詞之間那類的 台灣的大本的教材 我差不多在國中的時候就看完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 差不多國三左右吧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很想進步 所以我會去查很多資料 而且那個時候剛好 YouTube慢慢的起來 所以有機會看到很多 國外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的一些人 而且那個時候很流行吉他英雄 所以有很多吉他 很厲害的電吉他什麼 他們都會拍很多的教學片 而且都很有趣 就變成說 我想變強 然後明明就有一堆 東西可以看 看不懂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我發現就是 你英文 你再怎麼爛 你一定要想辦法讓它成長 然後去聽得懂一些裡面的 單詞 或者是裡面的一些東西 你才有可能更進一步的 去了解那些大事在講什麼 你也才有更 更有機會去看 原文的資料 或者是一些雜誌 去 了解裡面 在說明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在談一個東西 你就是談那些格子 談一談 可是你不知道他的 講的話 你會忽略掉很多 很重要的重點 對啊 所以 其中一個會想要跟老師聊的 有趣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相信 你要在台灣上視訊課 這個是很OK的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都會找台灣的老師 對 但是視訊這件事情 已經是沒有國界的 嗯 對啊 那 我當時就覺得很有 你都只有時差而已 對對對 時差確實也是一個問題 對 可是 就是我覺得很有趣 當時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 老師怎麼樣 鼓起這個勇氣 跟一個外國人上課 這個是我覺得 非常有趣的一個事情 嗯 嗯 就 因為我實在太想學他的東西了 那我有經過他的同意 我說 因為我英文不好 所以 我會請我先生在旁邊翻譯 可以嗎 哦 那當然很好啊 所以這代表 你要嘛自己好好練英文 要嘛找一個 英文很好的另外一半 對對對 而且他還要願意無常 在旁邊幫你翻譯 他還要懂音樂 哦 對對對 不然有一些 有一些專有們這樣根本不懂 你知道 對啊 所以像我自己上課 我會很習慣就是 樂理的東西 我都會 中英文我都寫 嗯 我就跟學生講說 你會夢看 嗯 就多少看一下 啊這樣有機會 你在學習其他東西的時候 有機會 可以知道說 這個大概是什麼 對啊 就英文就是我覺得 真的是 推薦大家 稍微要練一下的啦 嗯 因為 你看全世界 就算是一個 巴西人好的 一個很強的巴西 吉他手 他想要站到國際的話 他 勢必英文 對 對啊 他今天要做一個 國際性的教學 呃 影片 他還是得講英文 是 沒錯 所以 變成 這是現代的 至少在現代我認為都還是 你說中文真的要變成世界的趨勢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對 對 所以 英文可以練 真的要好好學一下 嗯 沒錯 那接下來的老師就是在跟他上課過後 你原本對Michael Hatches 的認知 那在跟他上課過後有沒有什麼新的變化 嗯 有新學到什麼樣子的內容嗎 還是 跟你預期的狀態有什麼差別 我在還沒上課以前 我以為我已經很仔細的盡力的去把那些 我聽到的Michael的音樂的細節都做到 比如說他該有的旋律我都試著把它弄出來 但是跟他上課之後接觸到那個 Right Hand String Stopping 我才發現 其實有一些該消掉的音我根本都沒有把它消掉 所以那個技巧叫做 Right Hand String Stopping 然後就是右手弦的停住的一個動作 對 再來是 因為我們上課方式是 我先傳我彈的影片給他 然後他就會針對我傳的影片 在譜上面去做記號說 哪裡要注意 哪裡要注意 他就會圈 然後傳回來給我 那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他就會針對他圈的那些位置去講解 我沒注意到什麼事情 然後我才發現 他的對音樂的態度之龜毛 就是 就是應該要全部都擺上去 我為什麼只有擺大拇指而已 對 然後有些應該在 十六分音符的第三個位置消掉 你在第四個位置才消掉 大概是自從 OK 對 對 所以我就 喔 原來我 還不夠負責任 對 我還要再更有責任一點 喔 對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對 彈奏出來的聲音 也比以前再更龜毛一點 OK 講到這邊我想要問一個問題是 有沒有可能是認知上的差異 因為Micro Hs已經去世了嘛 然後跟原本的操作 然後跟原本的操作感受到那個差異 再去聽音樂 你真的感受到了那個 這彭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他在 當時在把譜寫下來的時候 他是有很多影片 比如說同一首曲子 有三個攝影機 一個是針對右手拍 一個是針對左手拍 一個是某個角度拍 所以他是一個在寫譜上極度龜毛的人 就是他一定要很準確的知道 他在哪一拍做了什麼動作 他才會把譜寫上去 那我也曾經在學的時候 覺得我覺得這裡不太合理 因為他要的是 這個動作再加上要把這裡削掉 但是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很難不敲出這個聲音 但是在Michael的音樂裡 他說這樣跟這樣 是不一樣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對 所以我說 可是他要我敲這邊 同時要悶掉五六弦 我怎麼可能不發出這個聲音 我就把那幾個音圈起來給他 我說我覺得這裡好像應該是這個才對 那他還回去檢查了影片 然後跟我說沒有 他真的沒有做出這個聲音 對他是這種態度 在寫譜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至於會有你剛那你再去聽 回去 在練習過後再回去聽 Michael的音樂 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會覺得我 我會覺得我比以前聽得更懂 有聽到更仔細的東西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我常跟學生講就是 有練你就知道啦 沒練我再怎麼跟你講 再怎麼跟你廢話 真的 你就是感受不到啦 是 對啊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的時候 如果自己真的跨不出某一個坎的話 那找老師或許真的是一個很直接 可以幫助你去感受到很多細節的事情 是這樣子 那再跟他學還有還有新學到什麼樣子的 有趣的內容 因為我不是敲打派的 但是我最近在跟他學那個Michael一首叫Hot Type 就是他有很多敲擊的動作 那對我就我會想學的原因是 我認為這樣的曲子應該也要有他的細節 而且我從Michael的音樂裡面 我也聽得到這些東西 但是我一直覺得很多人在說 受到他的影響 然後用他的技巧衍生出來的音樂 他們在彈的時候 其實沒有把那個細節這種精神做出來 那我想要自己試試看 說這樣的曲風 我來試試看 因為我從來沒試過 我覺得我沒有立場去講 人家有沒有做好 所以我要自己試一手 就是 再來追別人 對 我再來追別人 我覺得如果我真的 沒有啦沒有啦 和平 和平 我真的連我都做不到 那我沒有立場說別人 你為什麼沒有做不到 為什麼沒有做到 講話負責任 但是如果我做得到我覺得 我也不是特別怎麼樣 我做得到你們也做得到 對啊 所以我現在正在試敲打 就 對 但是我 期待期待 還是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在彈手 期待老師的影片 對啊 那它Lasgeado 只能第六弦出聲音 對 然後過來 那個角度就要很準 對啊 這 就是 它敲下去要哪一弦 就只能是哪一弦 對 對我來說非常困難 我還在努力 很有得挑戰 我還在努力 期待 期待看到成果 對 我也希望 等一下我不會放棄 讚 讚 謝謝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